大家好,欢迎来到虎哥爱生活频道 我是你们的虎哥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怎么样把一个波音737的飞机飞到天上 然后在天上自动驾驶 最后再自动降落到目的地的机场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今天肯定不会去开一个真飞机 真飞机那是太贵了 那真是摔不起 虎哥目前还没有那么多钱 不过在将来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多钱 我想说的是呢 我们可以在微软模拟飞行游戏里边实现这个愿望 微软模拟飞行可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游戏 但是历史却非常悠久 从1982年发布了第一代以来 现在到2020年已经到了11代 因为这个游戏的拟震度非常的高 从真实的天气 真实的地貌 到真实的飞行操作 所以说在全球 除了有很多飞行游戏爱好者 在游戏里边可以翱翔蓝天以外 也有很多真正的飞行员 用这个游戏来练习飞行 因为新的一代游戏里边 集成了微软闭印地图和Google地图 所以说理论上 你完全可以逐步出户 不用买飞机票 就能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欣赏各种的美景 今天这个视频也是PMDG737的一个简易教程 很多飞友都知道 PMDG出品的系列基模一直都以高仿震度组成 高仿震度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操作太复杂 很多飞友朋友都担心难以掌握复杂的操控 所以说错过了很多驾驶大型航线飞机的乐趣 今天虎哥在这个视频里边就给大家一步一步 演示737最简单的驾驶方法 包教包绘 如果不会可以免费从头再学 好 我们闲话少说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飞行 今天我们从美国的Buffalo机场起飞 这个也叫水牛城机场 看怎么翻译了 然后目的地是加拿大多伦多机场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两个机场之间的这个航线呢 我们可以会飞越尼亚加拉大瀑布 不用出门也不用买飞机票 可以看一下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美景 这个整个的飞行时间呢 差不多一个小时 然后呢 我们今天呢 会用737-900这个飞机来直飞这个航线 因为我们是在加拿大 所以说呢 我使用了加航的这个服装 这个跑道的情况是 我们在Buffalo机场会用05跑道起飞 然后呢 在多伦多我们会用33左这个跑道降落 那么在我们起飞之前呢 那我们先像飞其他小飞机一样 我们会大概检查一下各种操作舵面的这个工作状态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水平舵呀方向舵呀都可以工作 好的 没有问题 然后呢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机舱里边 然后呢 进下一步的这个配置 主要是这个对飞行电脑的配置 飞行电脑在播音里边叫做FMC 那么主要就是配置这个FMC了 现在 那么把MFC配置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让这个飞机在起飞以后 自动在天上就可以进行导航 然后飞到目的地 而且呢 你输入了降落的这个跑道信息以后呢 如果目的地机场 它的这个跑道支持自动降落 那这个飞机就可以自动降落 那么我们今天当然选了33号左的这个跑道 是可以支持自动的盲降的 那我们待会儿相应的会把这个跑道的信息也输入进去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我们先输这个Route 然后Origin 是我们从多伦多机场起飞CYYZ 然后目的地 哦 sorry 啊 错了 我们开始 这个起飞应该是Buffalo机场 KBUF KBUF 然后我们的目的地机场 是CYYZ OK 然后下一个就是Departure和Rival 我们看一下Departure Departure我们是从05跑道离开 然后呢 Rival呢 我们会是在下一页 然后ILS33L 然后完了以后我们的进场程序有一个 OK 好的 让我们回到Route 然后Activate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Execute 这样我们的航路信息就输入进去了 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航路信息 那么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断点 让我们把它覆盖掉 其他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Init 这个是Zero Flyweight 那么这个可以双击可以自动填上 然后这个Reserve 我们填一个1就好了 然后Cost Index 这个是航空公司 它各个各家有自己的规定 这个地方我们填了100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巡航高度 巡航高度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短的一个这个Flight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 来一个万米高空吧 1万米 然后Execute N1 N1我们这个地方可以不用选它 平时你如果选填一个40 差不多也可以现在我们可以不用选 然后起飞起飞我们用5度的Flap 然后这个Center Gravity也是 Double Click一下可以自动填上 然后这个时候从V1 V2到V2自动就出来了 OK 让我们再回到这个 航路点检查一下 所有航路上的高度的速度的信息 全部都出来了 然后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地图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图调到Plan 然后呢 让我们来用这个Step Through的这个功能 我们来检查一下 我们来检查一下有没有航路上的断点 是不是都正常 OK好的都没有问题 让我们切换回Map 好我们现在的FMC这个设置就完成了 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大概起飞的准备了 第一呢我们先要校准一下气压 然后按一下这个键盘上的B这个键 可以看见这个气压已经校准了 它就会有正确的高度信息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起飞的V2是163 那我们把这个速度调到163 就好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这个Auto Thrust 已经是Arm打开了 然后F Flight Director要两边都打开 因为我们需要这个Auto Landing要自动着陆 所以说我们两边的FD都必须要打开 而且待会两边的这个 这个导航Radio里边的这个ILS的Frequency都要输入进去 然后我们看一下自动刹车 现在是在RTO 现在是在RTO这个设计上这个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5度的起飞的Flap 现在也是在5度没有问题 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起飞了 这个我们要设置这个高度 我们今天1万米的巡航高度 这个已经是设置好了 好 我们在最后看一眼我们的飞机的没有跑道 检查一次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我们就准备起飞了 有一点想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是最减飞行教程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从跑道上起飞 然后这个冷舱启动啊发动机启动啊怎么推出啊 通通都不重要 不重要啊啊啊 我们直接从跑道起飞 然后用自动驾驶啊按照档的自动飞到这个目的地机场 然后呢在自动降落到上面 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事情交给大家的 Rotate 好的 我们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按照我们的导航点开始自动驾驶了 现在可以看一看外面的风景 现在离尼亚加拉瀑布还有一段距离 待会儿再看一看 好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flap收回来了 现在已经收到flapb 现在可以flap up 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在的progress 下下一个导航点是Woozie 然后还有7.7个海里到top of climb 现在我们在climb 然后是250节的速度进行climb OK 没有问题 好 让我们继续 好 我们刚才这个tcas我们设了 把这个tcas放到tara上面 看一下外面的风景 现在还在美国境内 还没有到buffalo 没有到这个尼亚加拉瀑布 然后马上就要来到这个top of descent 然后准备下降 然后把高度调到最低的高度点 那么刚才应该看见是2000米 准备开始这个下降 准备开始这个下降 做一些准备了 然后我们第一个是把高度射到这个最低的高度点 然后呢 把自动刹车射到3 然后呢 我们要到这个limit里边 把我们的最后的 着陆的flat的速度射上 让我们选30度 着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 射上我们的 ISL的 frequency 在这个proach这个 这个页面里边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个 33跑道的ILS的frequency 这个是110.95 然后我们把它输过到里边 110.95 因为我们需要autolanding 所以说两边 政府驾驶的这个 我们都得输上去 110.95 算了这个输错了 110.95 好的 两边都设好了 两边都设好了 好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 top of descent 现在已经开始飞机开始下降了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风景 哦 这个 我们刚才这个已经 错过了这个尼亚加拉瀑布 这个尼亚加拉瀑布 应该现在在我们飞机的背后 这个尼亚加拉瀑布 应该现在在我们飞机的背后 已经进入了下降阶段 那么 那么在下一个打航点的时候会下降到7000尺 飞机正在跨越安大列货 飞机背后就是美国 飞机正前方就是加拿大列车 好,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减速 我们先到220 好,我们现在可以把 Localizer打开 看这个 截获这个Localizer 轻易再往下放 继续减速 减速到180 8 轻易5 然后我们可以把Approach打开 交往后 轻易10 轻易10 选3 这个Glide Path已经上了 大概可以截获到Gliding Path 现在我们可以把 gear 放下来 gear 当 flap 10 flap 15 可以再减一点速度 我们最后 我们选的是30度的flap 154的landing 154节的landing的速度 154节的landing速度上面加5就是159节的最后landing的速度 我们可以现在减速到159节 然后 gear 这个flap down 到30 现在gliding pass比我们高 所以说我们可以继续往前飞 然后玩了以后就可以拦截到gliding pass 现在可以看看风景 我们现在应该能看到多伦多的城区 这个downtown 现在我们的右边就是多伦多的downtown 在我们的右边就是多伦多downtown 应该还能看见多伦多的CN Tower 因为今天有些雾看的不是特别清晰 这个地方应该是多伦多的CN塔 好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见跑道上面的灯了 现在我们的速度已经设好 现在我们的速度已经设好 Landing gear已经放下去了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speedbrake warm sound 然后我们现在就等到下滑到截火 现在再慢慢的靠近 现在看见了下面这条高速就是应该是对反吧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下滑到已经截火 然后我们打开第二个副驾驶的自动驾驶 这样我们可以这个auto landing 现在auto landing已经arm sound 而且已经engage 现在开始准备着陆了 好现在一切正常 好那 好的 顺理着陆 发动一反推 还是刹车 然后设好parking brake 现在飞机已经安全降落在了多伦多机场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飞行 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见和问题 希望在留言区进行交流 有你们点赞和订阅真好 祝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谢谢观看